影寶失業入日記錄 首先明天有一個雞辣的 很雞辣的 話說也是,記功 有些低經驗的功能,試一試吧 有一份有雞辣,為什麼雞辣呢? 跟上次一樣,又是那些 direct sales 今次就要入省去面試 上次是zoom interview,反而我挺喜歡zoom interview 一群羊就說你男堅員 我問完你是不是沒有底薪的 都走啦 今次這一份,我不確認有沒有底薪,應該都沒有了 又是那些,我覺得類似是求職陷阱 但很難說是不是一些陷阱 因為你踢到那間公司那裏又是 你又說不到是賣什麼產品 然後呢 又是貼一些 今天 今個月我們有一個 營獸之星 又是那些 得到不知道什麼獎 又是那些 你會知道 什麼事 沒有實德業務 是不是應該要存銷那些東西呢 那類的東西 應該就不適合我的了 所以明天那個面試 我有個看法就是 可去可不去 去的有個好處就是練一下英文 練一下interview的經驗 始終我在英國有沒有interview的經驗就沒什麼 好像真的沒什麼 即是 有人見你跟著跟你聊天 那些就沒有 因為我對上次那份 都沒有interview的 直接入廠裏做的 有什麼好煙 把貨放進櫃桶那裏 你可以怎樣煙 看看你有沒有手有沒有腳 這些要煙的功 其實我好像 好像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試過 可以拿一個經驗 為什麼 為之可去可不去呢 第二次 即是可不去 就是 你可能會去到一套火 即是去到原來 你首先要訓練一個星期 但是沒有薪資 那你每天都要來醒來學習 怎樣推銷東西 這些是浪費時間 即是我去到這樣的年紀 Sales 的工作 我在香港也見識不少 又是這些 即是頭一個月沒有錢 頭第二個月也沒有 只有居馬費 即是那類東西 也是浪費糕氣的工作 因為你找工作 一定是最低都要有個min page min minimum page 你沒有這個minimum page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用想 再不是少年 中年有個好處 就是 運工有個好處 你沒有那麼容易 會上當 直到這些 像是陷阱 但是當然 你來到異地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都會進去 看一看 觀察一下 究竟是怎樣 有什麼 騎咧的東西 其實應該跟香港差不多 即是 可能賣 我們今期賣 匪馬的 什麼能量水 什麼水鑽機 那你就拿去 銷售 傳銷 那類東西 賣些不等的東西 我們commission based 可能你賣了兩部 那你就有錢 沒有沒有沒有 回家睡覺 我想是這一類的 所以我明天的討論 是雞腿 我不是很想見 還有很zoom的討論 唉 真是 而且我今天接到一個 她的聲音 那女生的聲音 很像上次 找我討論的女生 然後我問她 是不是我apply過呢 她說不是 不是 接著就說 你那份CV 就在二百多份 排 頭三十幾位 所以我們會安排你的 interview 接著很快就安排了 明天一個 interview 但是要出聲 不看好 亦都覺得很無聊 可能會是一套 在英國就是這樣 喜怒哀樂 你都會有一個情緒 或者是 會有一個經歷 你跟外國開心過 試過 跟外國 痛苦過 試過 戰爭之苦 我們都感同身心 跟外國 吵架 亦都試過 所以不是說 你來到外國 就一定是 很開心 樂園 現在已經墮落了 現在差不多 兩年半 差不多 突然之間來過失業 浪潮 在 今天 直播 調整 找工作策略 都說了很多 我今天歸納一下 究竟 在現地找工作有什麼事 是不是有事 是不是網上找工作不行呢 還是我未來如何調整策略 我看了百多封 然後 百多二百封 開始沒有反應 我覺得 很有問題 開始覺得 這個網上 我看一些外國 怎麼看 他們有沒有問題 他們原來 都出事 原來都是用現地 都是可能會出事 第一部分 不是說每個人都出事 但也有幾大 人 可能 十個裏面有七個在現地 其實都找不到工作 跟我一樣 幾百多份 都是沒有意思 但有三成人 可能會找到不錯的工作 所以首先 第一個迷思 就是 求職網 找工作有沒有用 也有用的 好了 我稍後會演繹 為什麼會沒有用 為什麼會有用 OK 第一個迷思 要解答 有沒有用 我是不是這樣寄 石層大海 沒有意思 第二就是 求職網 不只得過 還有LinkedIn 有些人都推介 我也下載了 但我也在研究 怎樣使用 因為是新的 對於我來說是新的 很舊的 很久的 很久的 但我一直都沒有用 其實 求職網有很多 其實幾個都要試一試 看看哪個口碑 最重要是 現在的口碑 看來真的一般 原因有幾個 首先就是 為什麼在現地 找來找來找不到呢 第一就是 僱主 要逆向思維 有些網民也知道裡面的內情 發生什麼事 首先就是 因為大家都這樣 很方便 方便 很多時候僱主 扔了一份工 有百多二百份 其中 他們會有一些 叫做 Filter 的 會問你 你有沒有經驗 一年兩年 一些都沒有看 CV 問一些簡單的 兩題 問你有沒有Driving license 等等 兩題 起碼 基本 就是 很基本的 去調整一些人 但是 有些人 沒有啦 他們都會 走仔面 就會填 YES 沒有了 沒有再Filter 填 沒有 經驗 填 兩年三年 博 僱主去看 他的CV OK 僱主就會看到 大量的 一些不合格的CV OK 好了 看到大量不合格的CV 可能你會知道 他會找人看 可能只能夠 選一、兩個 去見公 就是這樣 簡單來說 他僱主的要求 真的會高了 他也不是說 阿豬阿狗也要聘 很多工都要聘 可能聘請一些有經驗 或者每一份工 其實他都是 很大量 收到很大量的CV 所以 第一件事就是 那些工是否假的 可能是假不完 另一個問題 有沒有真的假的工 Ghost Job 他們叫Ghost Job 是鬼工來的 真是瘋狂的 貼了幾個還有的 又說聘請 然後聘請了一年 某公司 聘請了一年 聘請了一年 還說聘請的 但又偏偏不聘請我的 有 他就 這樣說 有些公司 為了 充數 扮公平 貼了一個 我們有聘請人的 政府不會執咎我們 說我們不公平 他們很害怕 說你們是否歧視 沒有沒有歧視 但是 他的問題 其實 經常都問你一個問題 你什麼種族 你可以不回答 又問你多少歲 那些基本事 說就說沒有年齡歧視 沒有種族歧視 但是 你感覺到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 永遠都不道理 那樣的 很奇怪 不要緊 現在起碼知道一點 真相 有一種安慰 究竟我問題 還是社會問題 兩者都有問題 首先可能 自己的CV不夠強 但是別人的CV 也很強 但也會出事 不要以為CV很強 就等於大了 也不是 他們都會有那個問題 發現到 因為你強了 別人都強 是吧 那好吧 而且你無法達到他 很多鬼佬都發現 你無法達到他 給了CV 但是他無法達到 那個經理 可能 就是 Hiring Manager 他們無法達到他 就是因為他的CV太大量 可能把你的CV壓到底 他可能看到頭幾份 都有一些合格的 Kanaday 那什麼時候到你呢 這個奇異 其次的Ghost Drop 鬼功 可能會有 第三就是 網站的質素 有機會真的會下降 就是那個球職網 例如Indeed 那些 好像一個人的新腦病死 以前很多人在Indeed 都很成功地找到工作 但是 最近幾年 可能經濟不好 又或者是網站開始 他們的營運越來越差 甚至在他們 在Indeed的網上 設定了太多 很無聊的 criteria 你去隔渣 你不斷在那補充 那補充有個問題 不是沒有 譬如你沒有經驗 我不請你了 誰知原來那個人很有心 永遠都是他的勞工市場 他要取得平衡 誰知原來 這傢伙 他什麼都願意做 是吧 比那個有五年 工作經驗的人 因為五年 有六年工作經驗的人 他選擇很多 他可能做一會就走了 但可能他就是沒有 他才想做到有 結果反而可以做到長工 所以其實 僱主要倒轉思考 不是說 我弄一條 激動 就激動了一些 沒有工作經驗的人 其實他要想 倒轉思考 所以 人們說 LinkedIn 有機會 其實 那些公司 會倒轉 反而 我沒有試過 反而可能會看 你有沒有 Protential 為主 當然 那些 經驗的人都會看 所以LinkedIn 就算你裝了 可能也未必 穩打穩擇 有些人說 LinkedIn也找不到 起燃碟找到 都會有的 就是幾種說法 好了 最後一種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實用 我現在就 開始轉用這個方法 就是直接在公司的網站 有幾種方法 就是 你下街看 你自己的 High Street 有什麼店舖 大店舖 大店舖才能招起你 小店舖 可能他們家族生意 遺爐取亂 說可以或不可以 你進去都免妨了 你問他有沒有 工作的話 有些都 大店舖 起碼 都會吃得到 那些人吧 想就這樣想 樹大好遮蔭 例如我看到 密記 就在密記的網上找 在密記 我剛才試過在這裡找工作 很簡單 他不是他的主網 他有兩個網站 其實每個大企業都有兩個網站 一個是他們的主網 給客人看 一個是他們的jobs jobs的網站 我在Google搜尋 例如 Mcdonald Jobs 他真的會有他們專業 跟著他們很好 他們會有個location 你可以搜尋 例如我住 Middleton 你就打了 然後他就會 在那區附近的 麥當勞 看你中不中 你中到Middleton的那家麥當勞 那就最好 他剛好才空缺 如果不是的 可能遠一點 那間就會有個jobs 空缺給你了 那你就可以去申請 就是這樣 你這樣申請就會久一點 幾分鐘要填很多東西 但人們說就會穩陣一點 我現在都在用這個方法 的而且確 不是說好了 不是說好了 不是說馬上有東西做 不是 但你會清晰了 好過在Yendid那裏 好像賣豬仔 Yendid那裏有很多 有些agent 找你 做A 做B 做C 有些工程都遠的 或者有些工程都 叫做 好像不明白他做了什麼 好像我明天看到那份 已經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但是如果你看到那間大公司 你又想做 你是很清楚的 例如我看到PiMark 看到什麼東西 就去找 但是也不是guarantine的 只不過是 他會清晰一點 在網站上 展示一些東西 給你看 因為偶爾在Yendid那裏 他們也會有 一些大企業的招聘 其實我也懷疑 他們也會這樣 批評 可能Yendid的職員 就在大公司 找吧 隨便有什麼 然後就貼一條 連結上去 讓人們 去公司的網站 他可能就是這樣 不如你自己去做吧 很有趣的 然後你就會找到一些 你沒有想過的工 有些工 有些工 你這樣找 反而找到一些 真的沒有的工 很有趣的 例如 Wiremail 如果大家想做 郵差 你真的在 Wiremail Jobs 的網站 找 就不是他主網 又是 Wiremail Jobs 就是 他們的員工 的網 那也是的 我沒有 因為 剛好線 那些 他們的分局比較遠 我沒有打算做 不過 我這樣 有一間 在地圖上選擇 即是哪間 有空缺 你就可以 去做 幾間大公司都是這樣 就有一個很清晰的圖表 不像我上次 我寄了一間大公司 但是老鏈那麼遠 我後來才知道 就算有interview 我也不做了 老鏈那麼遠 在哪裏做 機場那邊 接著 已經是浪費了 但如果我直接在公司那裡按 起碼我都知道 那個location 如果別人 redirect 給你 有時候你不拒絕 不知道填了什麼 填完都忘記了自己 填了什麼 所以我覺得 在indeed 和在網站 找工作是有分別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結果 也不要那麼興奮地 說一定可以了 又不是 不過我覺得是清晰了 我現在 接下來都會轉用這個方法 例如我看看我自己的 Middleton 附近有什麼公司 就是有一點規模 太小的那些你都記不到 他都不會這樣讓你記到 有一點規模的那些 就試一下用他們的 公司網 去Apple 其實我上年都試過的 最慘的是 雖然這個方法 說出來 好像有一個新方向 那樣 但我上年都試過 不是又是沒有反應 沒有消息 不過這樣很有趣的 他們的資料 每半年就會刷一次 譬如在他們的jobs 他們的專頁那裏 登記了之後 因為私隱條例 他們半年就刷一次 你就可以重新再登記 再試一下 同一個帖子 去試 那 我也不知道 所以都很迷惘 不過有一個新方向 令到 我找工作不需要這麼紮 你現地很紮 他找到的工作 你就去記了 幾百份就丟進去 但是 你肉眼看到的 其實根本就不止 這個世界 那麼多公司 那麼多人口 那麼多公司 有些公司 你永遠都找不到 例如 Costco 我找不到Costco的apps Apps 在那個 Costco 那怎樣聘請人呢 當然是透過他們的主網 他們的jobs 的網站 類似是這樣的 現在要逆向邏輯 去思考 就不要依靠 那些求職網 反而是 又不用說什麼 下街去找的 我覺得下街去找的 你也不知道 都是 找得多少 人有精力 你怎知道哪間聘請人 哪間聘請人 有些 以前那個年代 有些公司會貼出來 我們招聘 但其實我下街看 其實很少 公司貼出來說聘請人 很多時候 都是你自己 看到公司 去那間公司 jobs的版面 大的公司有jobs的版面 去appie 我現在 都不肯定 但是開始會有個 比較清晰的mind 原來那些鬼佬都是這樣做 他說你 看一看 看看哪間公司請人 再去那間公司 的主網 直接appie 去那間公司 跳過那間公司 那些人 又或者你 我記得有個YouTuber 說 你看看你家附近 有什麼公司 工廠也好 直接在那間公廠 按 我現在採取這個方法 但是也是一句 就算是等 就是 無盡的等 不知道等到N年 N世才會有一份工 始終都不是一個 可持續的計劃 你想想 沒理由等工的 應該是公穩的 市場最好 公穩是最好的 現在香港我覺得是公穩 因為很多人移民 這裏就是人運工的 真是仆街 真是仆街 這次的影保失業 日記第六集 講到這裏